挑選威士忌真的越貴越好嗎 這幾年美國威士忌絕地大反攻啊 我份外決的 特別是台菜料理啊 用這個帶有甜味的波本來搭配 和 和喔 讚 今天特別邀請到威士忌專家李一峰 帶我們去通路挖寶 千元有找的好酒 讓大師幫你挑 當熱炒碰到威士忌的時候 又會蹦出什麼樣子的火花呢 找機會你一定要來試試喔 你能夠跟大師一起 無論是看話 或者是品酒 都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我覺得太客氣了 沒有沒有沒有 林大哥 因為我覺得 像我們在台灣啊 如果講到這種 這個職杯大師 keeper 對不對 我們想到一定就是林老師 感謝感謝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來挑酒 哎呀 因為好多朋友都問我 就是說 他說我們要怎麼樣 用最實惠的方式 挑到一支好酒 然後配餐 因為尤其就是 尤其我們這堂台菜多嘛 對對對 然後另外台菜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想要有故事 想要有一些故事 跟人家朋友炫耀 所以走進來之後 我看到這樣子 其實有好多人來 看到這種酒標啊 或者看到這麼多龍頭 他不知道怎麼挑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我跟你講啊 早些年啊 如果是十幾年前 你問我說什麼東西 又好喝 又無操所持 我想 我會推薦日本威士忌 十幾年前 在哲青哥也知道 他在講 現在日本威士忌價格上翻天了 對啊 反而回過頭來 一些小眾的蘇格蘭威士忌 物操所持又好喝 一般來說 我們在研究蘇格蘭威士忌的時候 都會說蘇格蘭威士忌有五大產區 高地 地地 斯貝 然後海 那個島嶼 島嶼 然後那個 Highland Park 那個算個島嶼吧 島嶼 艾雷島 艾雷 在這樣的分別裡面 其實是不公平的 哦 因為所有老饕都知道 一個島嶼等同一個產區 哦 而艾倫就來自於 艾倫島整個島 就他這家酒廠 哦 就整個就他們 而且這個酒廠啊 非常的 你知道嗎 時髦 他們在若干年前 在創場的時候 就透過集資的方式 嗯 所有島裡面的島民一起集資 蓋著這家酒廠 這家酒廠 等同於這個島的命脈 嗯 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的酒 那個酒瓶 都長這樣 可是呢 我後來想到 想到一件事 你知道Coco Chanel 第一次做香水的時候 他可以把 Chanel No.5 設計成像藥水瓶 他是來治療我們的靈魂的 對不對 自己是治療我們的靈魂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我還要試喝一下 這支呢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嗎 我以為 哲青酒量很好的 沒有沒有 我酒量差 大家是知道的 像這支是Barrel 指的就是美國桶 美國桶 它尤其是美國項目 波特筒 用美國白項目 喔 它就在那個 紐約州北部那邊 有一個 我有去看過那個 所以那個也算是嗎 是的 然後它呢 必須經過 這個美國的波本酒 就玉米酒 經過玉米酒的熟成之後 再拿來成年 蘇格蘭威士忌 香甜可口對不對 對對對 奶油 然後棉花糖 然後還有一點點 爆米花 甜的爆米花 我覺得哲青 你也可以當品酒當 沒有沒有 還找的還找的 形容得非常精準 可是 這就是波本筒的氣味 波本筒的氣味 因為好多人喜歡這個 尤其是女孩子 非常喜歡這種味道 好離開這邊 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也是蘇格蘭的酒廠嘛 這個酒廠 一定要好好介紹一下 這個酒廠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酒廠 這個酒廠目前啊 蘇格蘭大概一百四十幾家酒廠裡面 獨一無二 唯一的一家純手工製作 純手工 人家要磨的 磨也是手工 它是用手工去找出來的 因為有翻賣 翻賣也用手工 我可以理解 我翻過賣那種賣很可怕 很可怕 哎呀 蛇青去過蘇格蘭這麼多次 對對對 沒有錯沒有錯的 但是 裝品應該不會吧 裝品一樣是手工裝品 手工裝品 你知道呢 販賣呢 蘇格蘭目前有七八家酒廠 是用 人工販賣 人工販賣 例如說百負 但是那個販賣的比例大概是10%或20% 對對對 基本上呢 有一部分真的是拿來做一些實驗性商品 另外一部分就是所謂的給觀光客來參觀的 而只有這家酒廠是百分之百手工販賣 所以它量應該不會多吧 非常的小 而且這家酒廠不只手工製作啊 還做了很多實驗性的商品 你看喔 這邊有三個名字 對 一二三瓶子都看起來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但它同一家酒廠 對 他們裡面這個酒廠裡面有做兩次蒸餾 用很重的泥煤叫long roll long roll 做2.5次蒸餾 有用中度泥煤叫spring bank spring bank 然後呢 沒有泥煤做了三次蒸料叫herzel burn 你看 哇 太有意思 一家酒廠 一家酒廠做出三種不同的味道 可是如果像這個啊 就用三次蒸餾 嗯 然後它味道應該會是最清淡吧 細緻 最細緻 喝了就知道 來 嗯 對 是不是 算優雅的 甜香型 而且它入口的時候 它第一個有一個蘋果的香氣 一個蘋果的香氣 然後 青蘋果的味道 然後這家酒廠 我有去過它前一前生 在杜伯里 叫coolie 他們今年有得大獎嗎 是 去年 去年 他們拿到IWC的 the best single mall in the world 非常非常的厲害 地球上最好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喝喝看 還是要喝喝看 但是我好奇的是就是說 因為大家對新的酒廠 有時候他們就是不太有那個 就信心 對不對 但我覺得為什麼如果說沒有喝過的 也沒有辦法適飲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推薦它 好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酒廠的特色 像這個酒廠是來自於愛爾蘭威士忌 對 愛爾蘭的特色呢 就是它都會做三次蒸餾 所以相對來說 三次蒸餾所做出來都比較細緻啦 帶一點輕優的果香啊 甚至帶有更多的花香調 這個就是愛爾蘭威士忌的特色 哦 以前啊 在1920年代以前的愛爾蘭 可是全世界No.1的威士忌啊 可是剛剛李大哥講一個很特別的 1920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是 美國禁酒令開始 是的 就是在當初的美國禁酒令 嗯 讓愛爾蘭威士忌整個迅速在市場上下滑 哦 而蘇格蘭威士忌趁勢而起 如果沒有因為那個禁酒令啊 目前我們全世界在喝威士忌 就是愛爾蘭決定 什麼叫做最頂級的威士忌品味了 所以咖啡裡面 愛爾蘭咖啡 它其實就是加了就是威士忌 我為什麼沒有叫蘇格蘭咖啡 或是什麼對不對 其實那些龍肉我覺得很特別 它的尾韻 我這樣慢慢慢慢喝 很棒對不對 對 味道一直浮上來 我覺得它超棒的酒 一樣的三次蒸餾 一定要試試看這個 好 欸 你有沒有發現 有 蘭姆酒的香味 對 蘭姆酒的味道 對 蘭姆酒主要是用甘蔗製作的 所以它的桶子呢 就會帶有一些 像是一些糖啦 焦糖啦 或是一些 Cabamil叫什麼 就是焦糖 焦糖 焦糖的氣味 嗯 泰菲糖 嗯 然後呢 有一點點那個 提拉米蘇 嗯 對 提拉米蘇 欸 你這樣一說 我也覺得我嘴巴有 提拉米蘇的味道 對對對 愛爾蘭 因為我其實我平常 並不常喝愛爾蘭威士忌 但我覺得這是 好喝 好喝 真的好喝 列入考慮這樣子 列入控管這樣 管制它 就是口感一點都不會hush 很多人就很擔心喝威士忌 嗆啦 刺口啦 這種愛爾蘭威士忌 做了三次蒸餾 就不會有這種現象 好這隻Lauders 就勞德老爺這隻呢 上面寫的blend scotch whiskey 就是它是個調和威士忌 是 跟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前面逛的叫Single Mall 對 單一麥芽 這個是調和 調和威士忌 很多人會 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有時候拍影片啦 我就寫文章 即使到目前為止 還是很多人搞不懂 調和跟單一有什麼差別 甚至還有一個叫調和式 對 這三種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啊 好的 那這麼說好了 Single Mall 單一麥芽的意思就是 單一加酒廠所生產的麥芽威士忌 然後呢 另外一個叫做blend malt whiskey 就是 它是由 很多不同酒廠的麥芽威士忌 調和在一起 所以這個中文叫調和威士忌 那叫做調和麥芽威士忌 調和麥芽 blend malt 第三種叫做blend whiskey 把malt拿掉了 因為它不只是malt 它還把骨類 我們剛剛介紹那個 有印尼啊 對對對 高粱啊 嘗嘗嘗看 把骨類跟麥芽混在一起 變成調和威士忌 那這支呢 勞德老爺25年 它就屬於那種 有骨類的啦 有麥芽的調和在一起 所以它叫blend scotch whiskey 就是調和蘇格蘭威士忌 嗯 我覺得這支的風味啊 它有一種那個 梅子 嗯 梅子 它水果香氣成熟的水果香氣 老酒都是這樣 嗯 就經過成花之後 哎呀好溫潤 好喝 對 很多像是那種 你剛剛說的那種 煙燻烏梅的味道跑出來 巧克力啦 可可脂的味道太棒了 這個配台菜超棒的 一定很棒 但是呢它超出我的預算 哈哈哈哈 像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 你不管是什麼 炒什麼三杯啦 對對對 三杯對 這個配三杯剛好 燉肉啊 一定很棒 雪立桶 讚 讚 讚 好來看一下 我這邊花花綠綠的這種 看起來就不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這看起來 好像不是很正統的酒 哈哈哈哈 為什麼 但它價格很便宜啊 嗯 這個又進入了這個威士忌 另外一個領域了 我們剛剛試的所有的酒都叫OB OB OB 英文叫做Official bottle 就原廠自己生產的威士忌 哦 這不一樣 這叫IB IB Independent buttering 哦就是獨立裝銅廠 沒錯沒錯 他們很可能跟原廠要了一些酒啦 是 然後用他們自己的理念 嗯 然後呢把它裝瓶 這邊的話 八百八在我的預算之內 我想要試試看愛蕾島 哈哈 我們應該要那個 帶一隻愛蕾島去 對對對 感受一下這種奇怪的泥霉味 到底可以跟食物碰脹出什麼東西 而且我覺得愛蕾島的配海鮮 也是生的海鮮很棒 哦 嗯 除了煙燻味之外 但是呢它又不是那一種 非常強烈非常沉重的 你不覺得有青草香嗎 除了青草香之外 我覺得它的煙燻啊 配例說煙燻鮭魚啊 欸 什麼什麼什麼鯊魚比啊 鯊魚煙 鯊魚煙 對對對 快炒店要有鯊魚煙 煙燻的雞或鴨 我覺得很適合欸 上面是宜蘭不是那個鴨賞嗎 對對對 就配這個剛好 或是什麼那個 那個酥皮的那個叫什麼 芋泥香酥鴨 哎呀你配這個一定很棒 很棒 好 好 所以呢這個 我們來列入考慮喔 所以到底要選什麼呢 來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其實我們剛剛這樣逛了一圈 還有一個東西我們沒有 嗯 這幾年開始火紅了 叫做美國威士忌 美國威士忌 應該要試試看 欸 在這邊 欸美國威士忌在這裡 啊在這裡在這裡 好 這個 這個 Bottle Inbound 你看這個美國威士忌很便宜 對 哎呀 780 而且他們就是播本啊 對不對 對 我看以前看什麼啊 福克納的小說啊 海明威的小說啊 出現的都是這種酒 對啊 美國威士忌 最容易出現在這個小說裡面 對對對 這幾年美國威士忌 絕地大反攻啊 嗯 這種香甜濃郁的木質調的氣味 哦 對對對 焦糖的口感 嗯 其實啊 我自己在寫我的新書 就是 美食跟威士忌 摻搭的新書 我分外覺得 特別是台菜料理啊 嗯 用這個帶有甜味的波本來搭配 和 讚 好那既然如此 我們就要挑戰一下林大哥 我們挑三隻 是 待會呢我們到熱炒店去 好不好 好 剛剛我們在挑酒的時候啊 我就看到上滑從旁邊路過 我的鬼鬼祟祟在那邊偷看 對啊 所以就這樣一讓他一起來啊 一起吃 一起吃 然後我們挑了這三隻酒 這三隻酒的故事 應該還沒聽到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 為什麼挑這三隻 哎呀 我剛好出了威士忌搭餐的新書呢 裡面說了三種搭配酒食參搭的方法 第一種呢 就是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泥沒味的 就是泥 不是不是 就裡面 食物裡面 跟酒的味道可以相合的 哦 所以我們挑了波本威士忌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台菜裡面都很多 彈甜的風味 是 剛好配合這個波本威士忌的甜味 好 第二種呢就是 君臣輔佐之道 就是當背後support的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隻 好 以波本桶為主的 它可以那個挺住這個 整個環境裡面 都會那種香辣啊 刺激各種香料的氣味 對 第三種就叫運氣了 運氣了 就是劉邦跟項羽 明明兩個個性差很多 對 但是卻搭在一起 形成一個風風火火的時代 衝突的美感 所以我們挑了泥梅味 好 好 到底合不合味不知道 試了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也是這樣子 來 直接就來吃了 好 好 好香喔 先挑什麼 我們直接看 我個人的經驗就是 我曾經用泥梅味的 配這個 香腸 台式香腸 讓這個很嗆辣的味道 在嘴巴裡面 然後再喝威士忌 有沒有那個孫蒜那種 嗆辣嗆辣味道 來 我們來搭配一下泥梅味 對 是不是很棒 妳喜歡這味道嗎 我喜歡 因為我覺得 這個泥梅味 它本來就再搭配 這種有點煙燻口感的食物 特別的match 所以妳有常喝酒嗎 不常 是喔 我是被誠哥訓練出來的 他有開心我講出來嗎 其實我也想要問老師 就是 我剛剛有一天新聞啊 說台灣喔 是那個威士忌的出口價值國 排名第四 然後在2019年一整年呢 台灣人在威士忌 買就買了549億耶 是 所以台灣人很愛買很貴的威士忌 那妳知道前四名還有哪些嗎 有美國 法國 新加坡 再來就台灣 其實還有 其實就是免稅通路對不對 可是今年沒 今年死掉 所以如果呢 以人口數量來說 台灣應該是平均的No.1 對 一人最少啊 對 真的…我們才太厲害了 是 那到底要怎麼來挑威士忌 妳就越做越好嗎 對啊 我心有那麼… 你們今天挑的都是 聽說是千元以下 是不可能的胃口一樣 其實我覺得喝威士忌 應該是要更自由自在的 我們把威士忌想得太過於拘謹了 那蘇格蘭人叫Highlander 就是那種非常豪邁自在 就是喝威士忌的方式 就像是我們吃台菜快炒一樣 要豪邁自在 來 我也想試試看這個 豬肝 這最佳豬肝做得真好 甜 而且脆 因為我覺得豬肝配美威士忌 對不對 很不錯 有一種很奇特的 因為其實如果用食物來分類 它其實有點木質調的味道 然後美威士忌也是屬於草本 木質調的香氣 那如果像是啤酒的話 它要怎麼搭 我先說這個好了 好 我們今天用的Aaron呢 好 它其實就可以搭配茶的味道 因為這支酒也帶一點茶香味 我怎麼覺得加了茶後面苦 我不知道拿它怎麼辦才好 不知道 失敗 我們今天還有特別準備一道 叫臭豆腐 臭豆腐 炸的臭豆腐 這個 我們知道 我們在形容這個最臭的水果 叫做榴槤 對 最臭的起司叫Blue Cheese 最臭的豆腐叫臭豆腐 對 最臭的威士忌叫 泥梅味的威士忌 泥梅味的威士忌 不錯喔 我之前在寫新書的時候 有特別的 這是我期待已久 就把臭豆腐跟泥梅味的威士忌 混合在一起 就是那種 搞不好會負負負責政 負負責政 劉邦跟項羽 撈出一片天 欸我好像沒有 我們剛剛有開過嗎 有有有有 剛剛這個這個我有我有 剛剛這個齁 我想要再來一點 趕緊試試看 在你們還沒試之前 我自己趕緊試試看合不合 好 我把它帶回去 這個 這個香氣很好 我覺得是因為你們今天選的 這支泥梅味 它跟所有煙燻類都搭 很合耶 我覺得很搭 Steven哥我看到你還弄的雞湯 雞湯跟威士忌搭喔 我以為是白蘭蒂之類的 會跟湯比較不搭 像一些熬得比較透的雞湯 或者是那種熬得很濃郁的 像是用干貝啦火腿 所熬出來的湯頭 頭跳牆那類的嗎 在裡面稍微淋一點威士忌 淋一點 那香氣沒那麼得了 淋奶一種 淋奶一汁啊 我覺得呢 今天我們準備的湯是什麼湯 菜脯 菜脯雞湯 菜脯雞湯 因為菜脯有一種發酵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 我們看看哪一汁顏色比較深的 那種美 比較適合它的 美國或泥梅吧 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美國就好 你先看美國 美國試試看 來來來 我自己先試 你直接交往 先給它試什麼 對耶 我們就是很豪邁的 好來來來 比例呢比例加一兩滴 加一兩滴 提香就好了 來來你來來 因為我要先趕緊試試看這樣的搭配合不合 這個加進去 美國威士忌奶油香全跑出來 欸 奶油香 對有一個香氣耶 你聞你先聞 你先聞香 有有我聞到 你先聞加的時候 那熱氣沖上來就有了 是不是超合 超棒 很特別 美國版麻油雞 對 燒酒雞 美國版燒酒雞 我們剛剛在挑的時候 你不是說 你不喜歡菜脯雞對不對 很酷 下次這樣加了 你會想就想吃了 有 下次就一整瓶這樣 那整三道全酒 美國威士忌全酒 菜脯雞 聞起來又香 吃起來又好 對 今天是有專家 有專家賠 做賠 所以我們挑酒怎麼樣都會成功 那新手怎麼辦 我是說真的 我們現在是流行的 就是比較高單價的東西 對 流行蘇格蘭威士忌 日本威士忌 可是我自己在寫書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發現那種甜甜的 美國威士忌 更適合搭台菜 不管是純喝 加冰塊 或是加一些蘇打水 甚至你看像我們這樣子 直接淋到雞湯裡面去 那味道十足的美妙 所以其實搭餐 不一定要拿出很高貴的威士忌 很好的美國威士忌 像我們今天這個 巴托銀棒 這支 這支美國威士忌上面寫的 巴托銀棒 這個意思其實就有一點類似像 蘇格蘭的星光光威士忌 單一年份的單一廠所生產 成年超過四年以上的威士忌 才能夠成為巴托銀棒 這個就是好東西 其實都可以試試看 不是說美國威士忌就是什麼便宜貨 其實是很可惜的 你有沒有這個混擾 就朋友呢 喝多了 想要解解酒這種困擾 有 我告訴你怎麼解酒好不好 喝蜂蜜水嗎 不是 用酒來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 用酒來解酒 來 我們要每個人清出一個 清出一個空杯子 看起來就像一種很可怕的遊戲 我前幾年呢 為了了解美國威士忌 我去了一趟肯德基 你知道在那裡呢 人們喝酒呢 在酒吧喝酒呢 通常是不會只有喝波本威士忌的 他們通常呢 也會在旁邊準備一瓶啤酒 我們入境水俗 我們就用台灣最歡 用生海炸彈的感覺 大家最喜歡的是什麼 十八天 我們用十八天 這什麼 這個下去我今天就不用工作了 來 我會回去跟我媽媽講 我今天喝的都是你帶壞我 來 來 那我們就用這個來乾杯啦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在這個美國人喝的方法呢 美國人喝的方法是 先喝 先喝一個Shot的威士忌 再喝啤酒 但是呢 在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幹嘛那麼麻煩呢 反溫如今 對 直接 丟進去 來 乾杯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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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